謝謝主席 有請衛福部的薛部長 謝謝部長 部長好 部長我想要關切一下 我們最近有關於農漁民產業損失的問題 來請教您 因為從去年的1月開始 這兩年來 大陸對於國內的農漁產品 以及多種的食品跟飲料類 頻頻公布禁止進口 或暫停進口的措施 從台灣豬、鳳梨、世家、石斑魚、柑橘類的水果 到12月初的水產品和酒精飲料等 禁止的原因 從禁藥、蟲害、戒牌 還有包裝檢出COVID-19病毒 一直到廠商的註冊登記問題 累計相關損失已經超過了449.4億元 其中包裝檢出COVID-19病毒與註冊登記的問題是由衛福部主折 這部分的損失 本席已經幫你盤點出來是393.3億 部長對於這些300多億將近400億的損失 衛福部要怎麼負責 剛剛有人報告這裡面有相當多都是屬於農委會 所以看起來跟衛部有關的就是食品 那至於水產品也是農委會的 那飲料酒類 註冊登記的 這個酒類的話是屬於財政部的 註冊登記是你的 註冊登記 註冊登記 但是它有其他的市場 是那個部長 其實這個表格裡面 食品類的註冊登記問題就241 本席就直接就進入主題了 因為這個問題 大家可能會說 阿強實在有夠壞 這樣動輒來給我們突襲 其實本席不是上大陸網站 我是上了WTO的網站來看 大陸早在108年11月就公告註冊登記的制度 而且在109年就通知WTO 我們是WTO的成員嘛對不對 他們就通知說 他們即將在110年 就去年4月開始開放登記實施 要在今年1月正式執行 同時他也發文希望 台灣就是國內的業者 在今年6月底完成註冊登記 這個我剛剛所講的應該是真的吧 是真實的 大致上是 是真的 但是裡面還有一些細節 對 還有一些細節 但是食藥署你們是今年3月 才設置輸入專區沒錯吧 沒有 去年就開始了 去年就開始了 我們把廠商來做登記 就有一個專區是吧 那請你們要上 我這個是從TVPS的新聞網站上查出來的 請你們要做更正 因為這項措施 我下面念的數據 如果有問題請吳署長也可以 他說你們輔導的成果很難堪 因為總計協助輔導送件的3305件 被退回的2450件 有沒有問題 有1800是沒有意願去申請的 對 但是我說你們輔導送件的 我沒有講那個沒有意願的 剛剛這樣講應該是沒有問題 那有885件 是你們協助送件通過 通過率只有25% 民間業者自行送件的792件 只有31件被退回 通過761件通過率96.1% 我的感覺是我們民間就像護國神山 台積電一樣良率之高 可是你們退見率是 通過率只有25% 這個數據不是我造假的吧 剛剛你們也聽過 有些人是沒有意願嘛 對不對 好 所以部長 因為大陸的這一項心智 我們政府早在前年初就應該知道 從WTO的TBT委員會 這個TBT叫做 Technical Barrier to Trade 就是貿易障礙的委員會 其實他們就提案了 那為什麼 為什麼要這麼晚才設 這個福島專區 然後為什麼在 這個福島的成效上這麼的差 我個人相信我們國家的公務員 尤其在衛福部的公務員 應該是水準要很高 這個部分的話 委員可能是有所誤解 第一時間我們就已經 輔導業者來做補件 這個是在第一時間 他開始公告 然後要收件的時候 我們就做了 我沒有誤解 其實因為過程 但是他分的是兩類 一類的話他們認為風險比較高的 所以必須要我們來推薦註冊 那風險低的後來就出現可以 所以自行送件的都是比較 都是比較風險低的自己 所以他們成功率比較高 至於他們 這個所謂的高風險低風險 是由中國那邊自己去做分類的 那個那個部長 我們剛才我們現在看 你看我貼的啦 佳德鳳梨書一開始的時候 是我們把它當成 當成叫做保險面試 沒關係我們再看 那個圍樂山丘人家自行送件也會 那是後來啊 一開始的時候 並沒有高柄類這一箱啊 那 所以 不然你要放在哪裡 所以 我跟你講喔 要成功的 為成功來找原因 失敗了永遠都有理由 不過 不過 我真的很希望 很希望 我們 我們 政府 我不知道你們 有沒有針對 ECFA或WTO 我們 有沒有主動的去把我方的訴求 也提出來 我們提出的 但是他都 就是不回 不回 WTO 都不回是不是 麻煩把WTO 不是 WTO 13次麻煩 9次的話 就把9次的 我們發文的時間 然後他們有沒有回應 要向人民來做交代 好不好 謝謝 謝謝